这有展路灯 在它的照射下 咱能看到各种物体的影子 像这样用光线照射物体 在地面等平面上得到的影子就叫做投影 这些照射光线就叫投影线 这个投影所带的面就叫投影面 其中投影线可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向路灯里的光线 它们是从点光源发出的光线 咱们把这种由同一点发出的光线形成的投影 就叫中心投影 第二种是向探照灯里的光线 它们是一组互相平行的射线 我们日常见到的太阳光 也可以看成是一组平行射线 像这种由平行光线形成的投影 就叫平行投影 如果咱再把投影线的方向调整一下 变成垂直于投影面 那这样产生的投影就叫正投影 比如这有一个圆柱 一个圆台和一个六棱柱 那当投影线由正前方射到后方时 它们的正投影就是长方形 等腰梯形和长方形 当投影线变成由左边射到右边时 它们的正投影还是长方形 等腰梯形和长方形 但当投影线变成由正上方射到下方时 它们的正投影就变成了圆形 圆形和六边形 刚才的三个图形都是规则图形 如果是不规则图形呢 比如这个杯子 那当投影线由正前方射到后方时 正投影就是这样的 当有左边射到右边时 就是这样的 当有正上方射到下方时 就是这样的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总体来说就两点 首先你得会区分中心投影和平行投影 其次你得会判断出每个物体正投影的形状 怎么样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就快快去刷题试试吧